双北积极在拆违建 其中以三房违建 列为首先拆除的目标 让顶楼加盖式降价出售 以隔间三房的违力 大多降价15% 不过因为被拆的风险很高 很多人不敢买 成交量也下滑了2到3成 溢价空间高达了5成 柯文哲上任后大喊要拆违建 现在就影响到原本想要买违建来投资人 不管是看房医院还是成交量 都下滑了很多 拆拆拆违建房屋要小心了 现在双北市寄出铁骑 让不少顶楼加盖公寓降价出售 隔间三间以上的降价15% 有投报效益 然后可以放大使用空间 所以其实顶家产品很受喜欢 移动30坪的五楼公寓售价1000万 再加盖一层可以加价三成 也就是330万 成为不少投资人下手目标 但房价下滑让投资买客却步 几乎是没有人在问顶家的公寓 产品了 大概有四五成的议价空间 相较过去询问人数少了四成 成交量也下滑两到三成 带动议价空间可到五成左右 因为那太危险了 如果地震或者是什么火灾 什么没地方逃啊 还要想一想 还是要想一想 不只面临被拆危机 安全也是一大一律 投资客要下手前 恐怕还是要多想想 东三台新闻孝涵余嘉豪台北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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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